全能创作小天王 周星哲 Eric 今18日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2222斜线Asian Tour 亚洲巡回演唱会 第二 他今晚的表现更胜首场 气场超级强大 开场一连八首快慢歌交错后 Eric充满感谢的提及 出道三年来 我很感恩遇到许多贵人 最幸运的是 因为偶像剧 16个夏天 让很多人因此认识了我 这一切都要感谢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贵人 林心如 这时周星哲 郑重地请出今日嘉宾 林心如 让全场惊艳不已 姐弟先是开心相拥 随即合唱 想回到那一天 让全场欢呼声到达最高点 Eric表示 真的非常感谢心如 解百忙中专程返台来支持他 回想到当时因为 16个夏天的缘故 让片委屈 以后别做朋友 这首歌受到瞩目和欢迎 这出戏台前幕后和乐融融 大家彼此想念会不时联系 相约 这时现场突然鼓噪欢呼 原来镜头带到男女要叫周陈恩 谢家健 许为宁坐在观众席 让周星哲和林心如惊喜不已 连忙呼唤他们上台 三位被拱上来亮相始料未及 林心如更神来一笔加码 那不如今天我们就一起合唱这首 以后别做朋友 把让全场欢声雷动激动不已 全场三千多 小星星 也忘情的大合唱 更有粉丝感受这美好一刻 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周星哲两场台北演唱会制作成本 创下TICC演唱会有时以来 最高的成本1000万 图鞋献记者夜正薰社 2017年11月18日 周星哲 2222斜线Asian Tour 亚洲巡回演唱会高潮叠起 热力四射不间断 本次两场台北演唱会制作成本 更创下TICC演唱会有时以来 最高的成本1000万 周星哲也透露少年怀特小秘密 表示选唱许惠心的 爱情抗体 是少男Eric的小确幸 透露许惠心是自己小时候的女神 当时八岁买的第一张CD专辑就是许惠心 让全场欢呼不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